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这场议程 接下来的主题是 Defuncter Symbolic Translator from NumPy and PyTorch NDArray Operations to C 由Buganini主讲 请大家和我一起欢迎我们的讲者 大家好,今天要讲的是 我自己写的一个把NUMPy或PyTorch的 多维阵列操作自动翻译成C的一个工具 那这个工具本身完全是用Python写的 所以也会用到一些不常用的Python功能 那会一起介绍给大家 那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Buganini或是Buganini 或是叫我Bug就可以了 那我最近的主要工作员就是C和Python 那前阵子有做了一些移植的任务 把Deep Learning Model移植到不同的系统上 那下面这个是我的GitHub 那但是移植那些东西都没有在GitHub里面 那些都是公司的任务 所以都不会放在上面 那接下来会先讲 我为什么要写这个程式 然后还有看看其他人的做法 还有为什么不能用那些做法 然后最后再看我自己的尝试跑出来的样子 那目的当然就是为了前面讲的移植工作 那当时要移植的那些目标系统 有大部分都是迁入式系统 那就会想要减少记忆体的用量 因为像让牌的每一个Function 或是每一个运算值 它都会产生一个暂时性的Buffer来装结果 因为它的回圈是长在 那个长在里面不是长外面的 所以它需要 它这个做法就是Array Oriented Programming 那所以它就需要大量的Buffer这样 那还有一些系统是 因为那时候有一些是Arcos 它不会有PostX API 所以它就是相关的一些很多程式都没有办法移植到上面 或是那些系统有的是没有完整C++的 那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车用的系统 那车用系统它的车规的规范有一个要求是不能使用动态记忆体 那它这个不是为了Memory Leak 的考量 它是为了在长时间运作之后 有可能连续的空间不够 就是剩余空间 总和是够的 但是连续空间不够 那这样就 这个状况就是通常不好预测 那如果在Runtime 发生了 那可能会影响到行车安全 所以在车规系统上面是有这个限制的 那再来就是因为 那再来就是因为 做系统总是会需要 跟其他的东西整合 所以会希望产生出来的Call 是人可以看得懂可以维护的 那接下来看简单的例子 这个例子就是一个2x2的Array 加上简单的数学运算 那通常要讲到翻成C 通常自动翻译就是先讲到Sison 那这个是Sison 转出来的C code的其中一小部分 那这个 它这一大串就只做了Python的两行 就是跟这个注解写的一样 就是第一行 那这个显然就是 不是设计来给人看的 那它也用了动态记忆体 然后它本身对环境要求也是蛮多的 所以如果我要用它 与其说我用它来移植我的程式 那不如说我先 我先要先把Sison给移植过去 那这个当然是直接放弃了 再来是这个NUM CPVP 这个做得还不错 这个是需要手动翻译 那但是它这个翻译起来 算是轻松愉快 因为它跟NUM牌原本的 就是长得 就是快要1比1了 就是语法不同而已 但是问题就还是 它是C++ 然后 它还是有用动态记忆体 所以我还是没有办法用 那在Survey的过程中 也找到一个好玩的 这个就是留着参考 然后 它这个也算symbolic 然后它自称它之所以快 也是因为 它不需要中间的暂时性的buffer 所以 记忆体的盲目程度会差非常多 那 但它这个是 它用自己的DSL来描述 描述逻辑 那你要告诉它 你的逻辑是什么 就是要重写 然后 它就 没有办法用你现有的call 去trace 确实出你的逻辑 这样 那这个是ZIT 它不会产生C口 所以 所以当然就是参考用而已 那这是我自己的程式 产生出来的结果 那右边这张图 也是我的程式自己画的 它画两个圈圈 这边就是最后 输出到记忆体的部分 那前面几个节点 就是抽象 抽象存在 实际上 实际上 实际上就 不会再 多占用记忆体 就等于是C里面的一个 一个变数 或是 只是一个expression而已 那可以看到这个 Matrix 这个变数名称 它是有被捕捉到的 那这件事情 怎么办到 后面会讲 那接下来看这个 比较复杂的例子 它的上游是有分支的 它这个分支 在转出来的C扣里面 是不需要有分支的 它就被合并起来 然后只有 只有一组佛回圈 就不需要 不需要A跟B各自游 这样 A跟B也是一样 名字有被捕捉到 那接下来会讲 这些概念 这概念就是 牵涉到 怎么让让py function 变成可以符号翻译的 还有就是 在这个打funter里面 是处理的 哪一些性质的function 那我们平常写 命令式程式语言的 function 就是右边这一个 它 它所做的就是在求值 然后它的return 就是一个value 那 如果是funter的话 它return出来的东西 不是一个value 它是一个function 所以它可以用来建构function 或是建构图 或是建构圖 或是建构神经网络 那 打funter这边 当然就是建构 建构function 所以 应该说建构图 建构图才对 那图里面包含着expression 那然后 这个是 python自己内建的一个 一个 这也算是funter 它的输入是 一个function 和一些你想要带进去的参数 那它的输出不是一个值 它输出是一个已经带好那些参数 但是还没执行的function 那有可能还需要再补足其他参数 才能办法执行 那下面这个touch 那边就是pytouch的grave的建构 建构的module 那接下来这边就是 关于哪一些 浪牌function 是我这个场次想要处理的 那 大致上可以看得出来 左边这些就是 要码是无中生有的 这边是无中生有的 然后或者是 或是一对一的 就是一个 一个 array 里面的一个sell 对一个sell 或是这个是 这些还是一对一的 或是这个 这个是拼装的 就是把不同式的拼装 然后这个是一对多的 然后相对来说这边 都是多对一的 那多对一的相对来说也 比较没有 多对一里面的逻辑方面来说比较复杂 再来是说 相对来说也不需要处理 因为它既然是多对 那它表示它的output 是一个小小的东西 所以也通常没有记忆体的考量 那这个就目前没有处理这些事情 然后还有一些是它的function 里面可能有分支逻辑的 那就不容易用expression来表示 所以也不再有处理的范围 那左边这些这些这种上场函数呢 它都有这边列的都有找到共同的性质 让我可以把它们变成可以串接起来翻译的符号系统 这样 那接下来就看这个共同性质 那共同性质先最简单的版本 先看这些无中生有的和一对一的 那简单的想法就是 就是像数学课上最常有的概念 就是y等于f of x 那它就只是一个f 就是代表它直的逻辑 然后再来是index的逻辑 那这个想法是最直接的 那但是这样有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的资料上游是拼装起来的话 那就变成说 我在回圈里面需要去找我的来源是哪一个 然后再去用它来源的function 那这样的话就变成说 在这个function里面会有分支 那正常这个是写地界语言不乐见的事情 因为这样子就是会慢 那所以解决方法就是我把分支给移到for圈的外面 就是然后外面这些拼装起来的东西就叫partition 那这样这个内圈里面就不会有分支了 但是相对来说这个index的 index的观点需要倒过来看 那接下来再考量这个repeat 这个是一对多的 那原本这边是没有办法处理一对多的事情 因为它就是一个for圈嘛 那就是有一个index对一个index 没有办法处理这一对多的index mapping 那这个scattering中文是散射 然后那处理解决方法就是我们 就是把它加上一个散射的概念 那就是我们先求出那个值 然后再把它assign给多个sell 这样 那初题这边就是所有 目前考量到的function的共通性值 那这个f就是后面会叫它value expression 那它就是会根据index或是一些 或是一些代入的资料去算出 算出对应的值 然后这个j就是index expression 它会在 它会根据 去节点跟节点之间的index去换算 去换算 然后scatter就是做一对多的map用的 然后因为这个partition 就是concade的或是stake出来的 然后sharp这个是原本是一个走会有 一个走一个数字就是形状嘛 但是因为在做slicing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只取一个array的一部分 或是不连续的取 所以最终每一个轴都会需要 每一个维度会需要这三个数字 会需要它的起点跟总数量跟间隔 那这边就是他们的共同性值 那接下来看简单的value expression的范例 这个是once跟for 那这个once当然就是一个写实的数字 那for会是一个代入一个 写程式的时候自己制定的数字 那这边的expression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值而已 那接下来看这个value expression 就是需要计算的 那这边这个算式我是写sexpression 因为这样子我就不用再写 再写什么passer这样 然后它的算式 这个这边就等于是右边的这个逻辑 那这个第一0就对应到stack 第二就对应到step 那I0就对应到index 因为这个这个只有一维而已 那接下来看index的expression 这个经典的是reshape 它从1乘4 reshape成2乘2 那左边这个是reshape 这个它的I expression的建构式 它建构出来的 建构出来的expression就长这样子 所以根据不同的输入 它建构出来的expression会长得不一样 那翻译出来的seq 就长这样子 可以看到它就是先用旧的形状 算出在连续记忆体里面的offset 然后再重新算出在新的形状上面的坐标这样 然后这边是一个比较复杂的 比较复杂的reshape 它原本是一个2乘3的 被reshape成1乘2乘1乘3乘1 然后再被reshape成3乘2 那 就会看到它经过两次的index的计算 然后这边是没有value expression的 那这个其实后面还可以再做最佳 因为像尾端的reshape 是有时候是可以合并或是忽略 因为假设它尾端一连串都是reshape 然后中间没有做其他动作 那最重要的只有最后一个reshape而已 那这边看的是同时有index expression 跟value expression的状况 这个是先交换 交换D0轴和D轴 那这边也可以看到index expression 的1跟0就是反的 然后这边对应的ccode 就是它是i0对应到原本的i1 然后i1对应到原本的i0 然后它的shhape 这个是value expression 它就是后面的加3 然后接下来看这个scatter expression 这边的例子是一个2乘3的array 被repeat3次变成2乘9 在第一轴上面 那这边可以看到它的shape 就是被乘上了指定了3次 然后它的s 那个scatter expression 它长的跟另外两个expression不一样 它不是语法术 它是这种格式的 就是在哪一个轴上面 从哪一个数字开始重复多少 变件个多少 这样 它有点算是一个generator的参数 那这边这个 这个 例子它翻译出来的ccode 就长这样子 可以看到它先 它先算出一个值 那下面这个for回圈就是 就是这个scatter expression 转出来的for回圈 然后这些座标 全部被ersign 给同一个v0这样 那接下来讲一些 比较特别的东西 第一个是 shadow object 就是我想要 把物件外面加上一场proxy 然后做一些调整 但是里面藏着原本的那一个 那中间这个是最好玩的部分 就是我要 因为我想要维持 尽量维持code的可读性 所以我想要保留变数名称 这样我的转出来ccode 才可以跟pythoncode做对照 这样才会比较好看得懂 但是原本曾经以为是办不到的 但是后来也是有找到解法 然后第三个是 我想要做JIT的decorator 就是把所有需要做的步骤都塞进decorator 这样 人就 这样就会很好移植 就是理论上 如果里面的方权都是我可以处理的话 我只要加一个decorator 就结束了 那先讲这个 我这个就是为了做reshape 因为reshape 在它这几个形状 这个一层四二三层四六层二 在以c的概念在记忆体来说 在记忆体里面是一模一样的 那它们所有的性质都一样 它这个形状也只有在index计算的时候 会用到而已 那我就希望它所有的东西都是共用的 然后包含是否输出的状态 因为我不希望它因为reshape 就被重复输出 所以我希望它可以知道 它这个节点是被输出过的 即使它经过reshape 那节用法就是我要去override这两个getHV跟setHV 这样的东西 然后我会需要排除这两个funter跟shape shape就是我想要让它变的东西 那funter是我自己这边在assign的时候 就会走到这里 所以我这个也需要排除 然后其他的attribute我就是bypass给原本的这个物件 这样我就可以达到达到说我让一个 我让一个物件有另外一个观点 但是它们的实体还是同一个 那接下来讲这个最好玩的部分是assign 就是一个物件获得变数名称 这每一块绿色都是一种获得名称的方式 那这边可能还没有列举完 就实际上可能还有很多 那这边是我目前有想到有列出来测试的部分 那第一个想到的办法就是我去看simple table 那这simple table像刚刚那个num.expr 或是simpy 它们都有用 因为它们这两个都是会在字串里面写符号 然后它自己会去pass那个字串之后 再去simple table里面找到那个物件 那这个simple table实际上用法就是像左边这样子 local就是可以拿到它这个scope里面的定义的物件 还有它的名字 它这个名字是用字串给你的 然后那比较复杂的话就是你可以用这个inspect current frame 去拿 然后它这个current frame它可以用fback来看上一层的 就是你可以拿外面的b是定义在b这边的 那这个好像就是有点接近但是我又没有办法用 因为这个东西这个frame只能在function里面拿到 没办法从function外面处理 那我又不可能去忍 我不想要去忍手patch每一个function吧 所以这个方法就是没有办法完成我要的功能 那后来有看到一个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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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在原本的assign后面再多插一段扣 就是前插这个物件如果有这个match master 我就去执行它 然后顺便把名字传给它 然后像这种形式是有带index的 我就把index传给它 那这个实际上的做法呢 会需要我先去取得我这目标方法 然后把它解析成语法术 然后我去改那个语法术 然后再把语法术转成by call 然后再丢回笔页里面执行 这样就会获得一个修改过的function 那实际上的call是长这样子 那第一步是先取的source call 那就是把f传给它 它就会拿到原本的source call 就这样子而已 然后接下来是pass乘语法术 那这个也是python内建的module 用st pass 就可以拿到一颗数了 那右边这个是用python3.9的 它可以帮你做缩排 那如果是3.8的话它没有支援这个传数 那印出来就是一大坨字 很难阅读 然后它这个输出来重点的部分 这个assign就是我标绿色这一块 它就是让这个a 这个target name a 去assign一场这个function call 的结果 那下一步就是我要去改 改语法术 然后这个python内建有一个node transformer 它是做节点对节点的转换 那就是它会把那颗树全部走过一遍 然后每一种节点会有它对应的function 那我这边要处理的就是只有assign 跟function definition 因为这两边 这两边就是物件会获得名称的时候 然后 这边就是它patch后的结果 这里是原本的assign 那这边这个 这一段就是查进去的call 它就是检查 这边有检查是否有这个match method 如果有的话就把这个传给它 这样 然后patch完的结果 python3.9以上 有多了这个on parse 这个新的function 可以 可以直接把那个语法术转回python code 这样人练就很容易检查 patch后的结果是不是对的 然后我这边会多塞一场if true 是因为 刚刚有说它 node transformer它是做 节点对节点 但是我现在这边有两个节点 所以我不需要再把它塞进一个 的if true里面 这样它才会是一个节点 然后我才可以把它传出去 那接下来就是把 语法术给变回bycall 然后塞回去执行 那这边就是compile 就是转回bycall 然后执行的时候 它可以给它一个 指定的 算是 frame的容器 然后它执行的结果 就会装在这里面 然后你再用 这个已知的名字去把它拿回来 你就可以取得那个function了 那这边是测试的结果 就是这边是前面讲的所有 function 所有物件获得名字的样态 那这边是我用的magic method 那它就会把名字 跟index印出来 那结果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边是全部 全部都有抓到 这第一个是function code 然后这个就是 从A到K 然后后面三个是有index的 对这三个 前面那个最省心的部分就讲完了 然后接下来是 这一个 ZIT decorator 这边我想要把所有 所有 翻译的步骤全部塞进 这个 decorator里面 那就是先 在这里面我想要产生c code 然后要把它编译成 share share object 就是一个library 然后再把native function 用ctype或cffi 漏进来 然后因为 这边操作的是 c的指标 然后但是在python这边 我想要看到的是 numpy的array 或是torch的array 那所以我中间会需要 做资料转换的动作 然后最后 在希望 在实际上call的时候 我是会执行到 这一个转换的function 和里面的 native function 那就不会去执行 原本的python function了 实际上的流程就是这样 这边原本是一个 普通的python function 然后我去先包上一个 什么都不做的decorator 那就依然还是call 原本的 原本的python function 那在这个decorator里面 我们开始加东西 就是在这里面加翻译成c 然后编译 然后把native function 都进来 然后再加上资料转换 然后再来就可以转 过来改call这一条路 就不走这边 不走上面这边了 然后 所以原本的python function 跟ccall就不重要了 就没用了 那前面这些讲的python 有一些坑 就是像 这个decorator 在语法书上面是 签在function上面的 它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很容易把它拿掉 那所以你再丢回去 VM里面执行的时候 这个decorator 会再被重复执行一次 那你就要注意这件事情 不然你就会 看你的call都没有任何的 地毁 但是执行起来却有地毁 那所以就要 就要自己想法去检查过 你这个 你这个 decorator 是不是已经执行过了 那第二个坑就是 这样子拿到的source code 是有包含原始 档案里面的缩牌的 就是如果你的 这个function是 包在class里面 或是更多层里面 你就会拿到所有 外层的缩牌 那如果直接执行 你就会收到 缩牌错误的exception 所以你需要 先算好 把它给拿掉 然后这件事情 其实没有 想得那么 容易 因为 因为你有可能缩牌是混着 有可能混着 混着 不定数量的空白 然后还有 还有tape 我这边是只有处理空白 我没有管tape 那就是 假设你收到的call是好的 那当然没问题 那假设你收到的call 本身是有缩牌错的话 那也是一个麻烦 那我目前就不管这个 因为假设原本的call 都是对的 然后全部都是用 空白缩牌 那最后一个 这一个是说 语法术 在不同python版本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 跑起来烂掉的话 那需要人眼去看 语法术有什么不同 然后这边是 在python 3.8 3.9 上面测过 然后接下来再讲一些简单版的transpiler 那transpiler就是 我出去的是function 所以我会 我会收到return value 那我再根据return出来的funter 去反向trace出所有它需要的上游的节点 然后就会获得一个游向五环图 那如果 如果里面有其他 没有用到的东西就不会被trace到 那就会直接被丢弃 就有点 类似evaluation的概念 那接下来是 我要把这个图的分支给切掉 那这个是范例 实际上这个图可以不必 实际上A跟B是可以合并的 就是这边 就是拿这个来当例子 我故意不把它合并 就把它切开 那切开之后 上下两个就是不同的partition 那每一条没有分支的 就会是这样一个forward圈 那这边就是一个没有分支的 然后这边没有分支了之后 我就可以根据这中间的 这三个expression 去组装出一个优程图 和里面的语法书 就是组装起来的AST 然后这个流程图 这个CFG距离Ccode 我就只差一步而已 那 转装起来Ccode就是变这样子 然后就可以看到 我这边有给它 保留变数名称 然后也有辅助的组解 跟它说这边以上已经处理完 这一个节点了 好像人就会 人就会 比较好看懂这样 然后这个AutoBuff是 就是如果你的实际使用情境 实际使用情境可以加Static 那你就可以把AutoBuff直接定义 直接Define成Static 实际上还有一点比较复杂的细节 这边也还没有做得很好 会懂但是效率不佳 那就是在经过 经过Slicing的时候 这个范例经过两次Slicing 那 我的Index就不会是 原本完整的Shape 它就会 需要重新计算 根据这一层一层的Slicing 去算出真的用得到的 真的用得到的Index 然后就会 产生出这个FortH 然后你就看到这是一个 7.8小于20千个变成6的一个数字 那接下来讲测试 因为我写这个时候 我同时一边要写Font 然后又可能会写错 然后有的Function很容易 有的Function很难 像最难的 目前最难的是MeshGrid 那个 后来我也不是一口气把它写完 后来是先写好了其他的 之后再用其他的Function去把它拼出来 然后一边又要写这个Transpire的地方 那 有时候错了 你也不知道是 是这个错还是这个错 所以 一起写 同时写的时候 就是 整个就是很脆弱的状态 所以后来测试 测试流程变成这样 我有同一个Function 我去执行浪拍板 那浪拍板会跑出一个Golden的结果 就确定它是对的 然后 再有这个达Font的版本 我会先跑出Font 然后 有一条路 这条路是 我去做 然后 纯Python的运算 去把结果算出来 这时候 我不用管Transpire的 那这个结果 就可以跟它 就可以跟它对照 那如果 如果这边失败了 我就知道是 Font定义本身有错 就是我那些Expiration写烂的 那 另外一条路就是 就如果这边过的话 另外一条路就是 我去走Transpire 我去转成Ccode 去Compile 那这边如果 转不过去 那就是Transpire的 写烂了 那这边 路编不过 那就 就是我的Code券写烂了 那最后 跑出来的结果 再去对照 那就可以知道 是不是一切安好 这样 还有看出 产生出来的Ccode 有没有Runtime错误 这样 那第一条 第一个分支这边 我希望同一个Sample 可以 跑不动的分支 那做法就是 我把Dependency 塞进去 那 就是我这边的 我会让它可以接受 一个NP的 NP的物件 那这个NP 有可能是 浪牌 或也有可能是我自己的 这个 浪牌替代品 那这个就是Test 我自己会去塞 那另外 另外一个分支 就是我会有一个 纯Python版的Evaluation 那这个 这时候我还不做 不做Symbolic的 动作 我只是单纯的去 去Evaluate 那些Expression 所以 就比较不会有问题啦 然后也不用去 考虑Transpile 这边是 Interpreter是独立的 然后Transpile的版本就是 前面讲的那一大堆复杂的 那像这个 这是第二个分支 这就是我这边 就是可以 做Evaluate 这时候它直接 这边就是把它当作 Function用 那我这边 说出来就已经是结果了 那这个ZIT 就可以当作是一个Function 它跑出来是 一个Function 那你需要再执行它 才会跑出结果 那你就可以看到 这两个版本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那就表示它是对的 这样 那接下来再讲更多Python的东西 第一个是 我怎么去 写我的测试尝试的loader 因为测试尝试 就是一堆Python course 在一个 一个资料夹里面 那我要去把它 各自读进来 执行 另外一个是做 语法highlight的 东西 那我的测试尝试 全部丢在 跟我TESTER 同一个资料夹 那我就会去 用档名去判断 然后就可以用 improlib把它 impro 简单 平常我们impro就只能 这样子写 但是如果我想要 用一个字串 或一个变数 来impro的话 那你就需要用 这个improlib来写 它就等同于 等同于你真的impro了它 然后它也会 它会return一个module给你 所以如果你要用 也是可以拿 那个return的value来用 但是我这边 因为我的测试code本身 就已经有动作写在最外场 所以impro就可以了 那如果失败了 就会reception 那接下来讲 这个Scientize Highlight 我这个测试程式 在发生错误的时候 我会 就是后面 seql的 结果检查没有过的时候 我会去把seql印出来 一开始就长这样子 那就是 人看的有点辛苦 那后来 用pikeman 我就可以把它 输出成这个样子 这样就可以 比较愉快的 在这边debug 那我这边的code 就是长这样子 也就是这样子 然后 因为我是在terminal 里面显示 所以我就用terminal format 然后我的程序员只有c 所以我就是用cdxl 然后我这一份 整份投影片 都是用 这一个 LibreOffice的extension 做语法highlight的 那 这个highlight本身也是用pikeman 所以我现在就是 在LibreOffice里面 去highlight 我用来highlight 用来highlight ccode 的pythoncode 对就是这样子 那这一边是一些 一些 我 对我帮助比较大的东西 第一个是 cpython的compiler的设计 那 呃 那个 在ccode 产生ccode前一部 cfg概念 我是 就是在这边读到的 如果没有读到这个 我可能就傻傻的 就想要直接 直接把 把greyf 转成ccode 那其实这样会非常痛苦 对 然后中间加一个间接层 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 是ersign ersign 的这个来源 是在这边看到的 它这边是直接patch整个module 但是 我没有patch整个module 所以我就是参考它 然后我把它改成patch function 然后处理更多ersign的样态而已 它原本就是一个简单的翻例 好 那今天的session就 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还有点时间 那再聊一下 写这个尝试的背景好了 那这 其实不是第一次想要写这个题目 那 之前 曾经是 有一次是 但是 想要拿 python的ast pathon翻c 后来 人手翻 后来就是 就是比 比写完那一个还快 那当然就 那当然就停在那边了 那 呃 现在这 后来这次是因为 所以 连续有好几颗module要移植 然后 那些 AI 工程师他们写的 写的 NDLA操作 那其实每个column 很常会有不一样的意义 那 col里面不一定有写的很好的注解 那就是变成说要花很多时间看懂才有办法移植 或是就想要无脑移植的话就要想把他写工具了 然后还有一些是就算你看懂了还是很难移植 比如说像Mesh Grid就是一个 就是好你看懂了 你就算看懂了不然移植 但还不小心会写错这样 那 呃 这个 这个 NDRay的 可图性很差这件事情 也有其他的 其他的 方向在处理 像那个Pytorch 后来 就他们有一个东西叫Name Tensor 就是他让 让那个Tensor 就是 就是NDRay 他让他每一个column可以有一个label 这样 那 那你用那个方式去写Code的话 你就有一些可以给人看的一些标记这样 然后写 现在这个做法的来源其实是 Julia 那 我第一次 有人跟我解释Julia的在IT的时候 那时候他说 他说Julia是没有办法脱离LLVM的 那听了就是想说为什么 因为以前接触的 语言通常是 那以前JIT还不符记啊 然后以前都是先有 先转成BiCode 然后会有Interpreter 然后 然后再来就是 Interpreter里面可能在混着JIT这样 那时候Julia第一次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就是完全连BiCode都没有的 的 的IT语言 那所以他就是给我这个idea 就是 两阶段 算是 两阶段的compile吧 就是先 产生出一个中间语言 然后再去执行这样 那其实就我的 我的 我这边 以我这边来说 Code就是我用的中间语言 那 所以就构成了这样的 一个 概念的架构 就是日本Python 就是 它会有一个BiCode 会有Interpreter 然后 Interpreter再跑在实体的硬体上 那 Julia跟我后来这边写的就是 最后 不需要Interpreter 直接直接跑 最后就是直接变成MachineCode 这样 那时间就差不多了 那就聊到这边 谢谢 好 然后QA 看一下题目 这边 第一个问题是 看起来产生出的C 产生 对现在没有 没有产 没有用到SIMD 因为 因为 因为我这个是 算是side project 我就用到哪 写到哪 然后再来是 我那时候有看了一些方向 因为我现在产生出来 Code程式码的变数相似性 其实是蛮低的 那 我就想要依赖 AutoVectorization 或者是 可以看看 可以用OpenMP 之类的东西做 然后但是那个就会 变成说 依赖 在执行 执行的平台有什么东西可以用 然后就是 就还没有认真往下看 因为我 那个程式本体还没有写完 然后这第二题 你是否考虑改用CST 这个 CST 这东西 我刚看一下 我以前不知道这东西 然后 然后我现在会 我现在 必须用 Python内建的 是因为我还要把它 我改完 AST 之后 我刚刚运法出之后 我还要把它 卡牌回去 那 卡牌回去执行 那目前 看起来是用 内建的是比较方便 对 然后第三个用 让把 产生 LLVM IR 再 透过 LLVM做最佳化 这样是否效能会更好 应该 是 理论上 我想一下 让把产生 LLVM 但是他这样子的话 就是因为我 我当初写这个Simbatic 我是想要消灭那些中间的 暂存Buffer 那让把这样的翻法 可能就没有办法 对 但他 每一个 中间有很多 站成Buffer 好处是很容易做Simb 因为他不会有炒状回权 那 如果是跟让把 一样 产生LVM 那就是等于是 就是把他的方选 方选图方选 翻成C C的方选 就是他 他 就会可以 可以做比较多最佳化 或是Simb 但是他就是 还是得有很多中间的Buffer 就是 那 就是 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